接下来是不是还有很多很多的陆续所关注的惊叹号或者是问号呢 不管怎样在台湾这个国家要继续往前行 而最重要的是在这一阵子以来我们看到我们的文化部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而这位文化部长他默默的在这个枪林弹雨的选举战场上面呢 他说他在服兵役为各位介绍的是我觉得他好像越来越瘦了 所以文化部长郑雷军部长早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我觉得上次去是因为你那个去演艺人员的那次事件 当时大家都非常的这个 我没有受影响我们继续在为大家做事 所以今年度还是会有类似的活动 其实都定期都定期在进行 非常欢迎部长 部长你做了多久文化部长 应该是迈路第四年了 你是内阁里面这个歌员任期蛮长的一个 而且你换了三个歌魁 有机会能够做事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那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一直在实践的是我上任时候 所准备的文化政策拜批书 其实回想这三年多的确也曾经有人劝我选举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忠于自己原来的这个承诺 第一个问题你自己要讲了 先讲完就不用问了 先讲完你就知道我会问你 就不用问了 昨天已经公布了 你们的这个区域立委都已经公布了 对不对 你跟那个平均年龄差不多吧 那个平均年龄不是48岁吗 我应该是平均年龄的学姐了 最小的是赖品月 有的可能是阿姨了 那我应该是阿姨了 你出道的时候是几岁 你第一次做理论 我担任轻辅卫主委的时候是34岁 那我大概31岁加入智库 那参与公共政策研究 所以他们比我强 好 赖品月昨天在网络上面很受欢迎 因为他一个谢谢 然后插到麦克风里面 哇这网络上的年轻的世代的 跟我们主流媒体 我看到特别是跟报纸真的不一样 可是战略军部长这个访问 他一定会问到说 像你这样的王牌 他们一定会想把你放到不分区第一名 或是不分区安全名单 我请问你 今年有任何可能 你会这个去帮忙民进打政党 打政党票 放在这个亮丽的名单里面 去吸引选票吗 有可能吗 我今天我第一次听到这个 扣扣姐的 这个反应我都跟不上 有啊 我想我这三年多来 其实我真的很专心 在推动文化政策 所以我一直记着我心里这个承诺 那所以曾经有过几次劝我选举 我想我没有动心 那其实有一次也以为要毕业了 但是也留下来了 就是苏院长来 所以我真的是心之所细 就是希望能够把文化支持体系把它架构好 好 你是在林权院长 赖青的院长 因为你是第一波就入阁嘛 就是520 所以你的任期跟蔡总统差不多 一样的 蔡总统应该会比我久 你还有连任啊 OK你看他都不会这个讲错话 好 文化部长郑立军 他这个在上一次苏院长跟你的这个沟通当中 是把你未留下来 很多人那时候怀疑说你是不是对苏院长有什么意见啊 这个有什么心结啊 没有没有 其实院长我担任过他的阁员 那他是一个非常有愿景跟决心 清补会时代吗 对对 清补会时代我就担任过他阁员 其实三位院长对文化都非常支持 可以从一件事情就看得出来 我们的文化预算每一年都成长 对 然后每一年都有新的突破 所以其实三任院长非常支持 好在这个 我听讲苏院长你上次做阁员的时候 跟这一次做阁员的时候 真的有不同吗 我私下问很多人 他们都说苏院长真的有点变 院长的本质理想没有变 但是我觉得院长我佩服的是 就是说他很与时俱进 怎样 我就是 七十岁了 我其实都忘记他的年龄 是吗 你觉得跟他相处啊 对他跟这个社会脉动啊 然后年轻时代的这种趋势 然后尤其数位时代 网络时代 其实他是与时俱进啊 对然后我想在整个 大方向的领导上面 能够整合这个政治部门 跟社会民意的期待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政治领导 很核心的一个能力 这点我非常佩服 他对人的态度比以前 温和和蔼很多 对不对 以前是比较严厉 其实他的人本身是一直都很温暖 那现在因为 也许我们自己年龄也比较大了 觉得他又更多一份这种 让我们就是坐下来聊天啊 然后 有点点不一样吧 人家问他说 你现在认不同啊 据说啦 他都跟那个阁员 或者说旁边的这些政治同僚说 不过现在是2.0版呢 不过还有一点 他们认为很奇怪啊 苏院长这段时间啊 就是去年呢 民进党败选啊 然后后来就 有一段震荡期 换了这个院长之后 你们这些阁员 就在苏院长的这个 头盔的 没有头发的头盔的 这个保护之下 都安然度过那个烽火 是这样吗 我觉得现在 真的是一个执政团队 一整个团队 然后 所有的这个决策 大家一起进行 然后在同一个方向上进行 那每个部位就 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好 你商人的时候到现在 其实很多人觉得 有的时候你蛮执着的 对 我个性有时候会一些 有坚持自己的想法 跟那个长官都坚持 有的时候很顽固 但是到目前为止 你上任快 因为到明年的520 就是四年 四年 对 现在进入第四年 现在进入第四年了 已经三年多 这是一个蛮 任期很长的一位阁员 他应该是少数的 任期最长的阁员吧 当然这个徐国勇 他因为做发言人 然后转去做内政部长 转换不同的角色 对 转换的这个 对 不同的这个职务 那我问你 你当时如果给自己是多少分 现在已经达到多少分 你想要做的文化部的 这个理想的贯彻 其实文化工作 真的是很需要长期 它像酿酒一样 它真的需要时间来成长 所以其实我们这三年 做的是一个架构 一个完整的体系 然后从这个法律 行政 计划 预算 组织 把整个体系架构好 然后我其实是觉得 真正要看到开花结果 可能是好几年后了 但是我觉得政治就是 一个要对得起自己的事业 所以其实虽然成功不必在我 但是我现在能够做 我做的就是尽量看得更远 好 很多人怀疑你的艺术形态 认为你是独派思想浓厚 那你在文化部之后 很多人也在观察 那你对各个的地方政府的 这个态度 尤其现在政党轮替之后 那你的这个主导的 这个三年多的文化部 它是朝一个什么样 什么标签当然不公平 就什么样的 这个氛围之下的一个文化部 其实我一直觉得 文化是一个凝聚的力量 有时候政治使人分歧 但是文化使人团结 而这个团结并不是说团结在你的利益或我的利益 而是一个文化它就是一个生活里面 我们大家共享的情感 然后记忆跟价值 那文化也是我们人的创意啊 你比如说音乐啊电影啊戏剧啊 然后文字的书写啦 或者是我们的有形的无形的文化资产 那我们的古迹啦 或我们的传统戏曲啦等等这些 甚至民俗文化 民俗信仰本身 其实它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生活的共同体 所以它真的是大家可以共享 分享的价值 那也因为文化的力量 让我们生活在一起有共同的幸福感 所以我觉得各国的文化部长 我一直都觉得有一本绘本啊 他说假如你是文化部 假如我是文化部长 他里面就说文化部就像氧气部一样 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共同呼吸 共同分享 它是一个很幸福的部会 所以我觉得我从政历程能够担任这个部长 对我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所以我是也是要创造一个大家 能够共同分享的多元文化 然后能够让台湾这个国家 因为文化的内涵 能够让国家软实力提升 让我们每个人的创意跟才能 能够在生活里面来发挥 嘿对 这个一开始上任的时候 大家怀疑郑立军部长的这个 意识形态很强烈 然后认为他有去中国化的嫌疑 然后又担心 其实这些都是台湾社会常常互相戴的帽子 我们其实台湾社会缺乏真诚互相理解的这种文化 我们应该是多元能够共享 那我其实担任这四年 我也觉得说 其实我们应该要放下这个政治蓝绿的眼镜 那不同政党执政 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往政策的公共的效益 让它发挥 是 可是大家喜欢讲精英文化跟庶民文化 在台湾其实多元嘛 那现在因为选举的关系 就有一个庶民这个代表性的总统 他会喜欢讲脏话 那很多人也觉得这是一种文化呀 庶民文化 那都担心像你有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人 推动的会是一个超精英文化 跟这个不接地气 可是文化界人士对你是十分肯定的 你现在谈一下 稍微帮我们大纲这个浮现一下 从上任到现在 你做了哪些过去文建会主委 或是文化部长没有做的事情 你刚刚说酿酒吗 那你这个葡萄啊 其实像我们做了很多重要的法案 像国家语言发展法 确保多元语言的传承跟发展 然后像我们立了文化基本法 对这个很重要 那这个有了基本的架构 那文化预算年年成长 今年破中央政府总预算1% 然后是叫2016年 如果家计公务预算跟前瞻预算 成长了六成 那这个大概是 曾经有国际媒体访问我 他们很惊讶这个数字 那这当中我觉得我最在意的是 文化预算软硬体的翻转 我们过去文化政策 大多以兴建大型文化设施 那其实也都盖很久 有的盖了超过10年 但是我们这几年 一一快要完成了 像魏武已经开幕一年了 那这个戏举中心也都完成了 那还有一些即将完成 像我们下个月南科考古馆 也要完成了 那但是我觉得最在意的是说 软体预算成长了 硬体预算下降了 那我上任的时候 这个硬体预算大概超过三成多 那现在不到两成 那代表什么 我们有很多文化预算 可以用在文学艺术 然后这个相关的内容的产制 文化内容的产制 所以大家最近可以感受到的就是 我们的电影 我们的戏剧 我们的音乐 那我们的出版 开始有了台湾新一股文化力的这种爆发 新的一种台湾流行文化要承起了 所以这个新的 好我们讲的新的2.0版的台流好了 那这个是真的 那这个2.0版的台流根本就没有特殊的地方性的语言的限制 或者思维 尤其因为在数位时代的传播 它其实无国界的 最经典的代表作是 像大家看如果公广 我们与二的距离 对这是最经典的 还有俗女养成记 哦现在正在横红 其实俗女养成记的预算是来自于 筹备台语频道时期 我们就先请公华市进行台语节目准备 那台语频道今年正式推出 台语频道是我爸妈最有感的文化政策 那他的俗女养成记 所以现在我们有课语有原著名语 台语频道是政部长任内 完成 推出来 那所以我说这是本土语言新三台 以前是老三台 现在是本土语言新三台 那这个是公广的节目 那最近的电影 大家来看像第九分局下半场 还有周末即将要上映的返校 那电影票房其实在这三年 2017成长25% 2018成长11% 是我们的文创自权 对2017出口值 电影出口值20% 那我想2019数字还没出来 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有许多的片子在亚洲地带发行 那这个让我们感受到一股新的电影的能量 这些都是在文化部长 也在发展当中 这个政部长上任之后的一笔大的预算当中 对所触发出来的这样子一个开支散业 可是从政治角度来看 将来如果被检验出 这里面有什么的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利益交换怎么办呢 因为大港文化开场现在被检验啊 然后明华园也被查水表啊 我请教一下在这个氛围之下 文化部能够做什么事呢 那这个进广告了啊 马上回来 政部长任内有非常多的具体的成绩 这一点恐怕是历任的文化部长 都难以望其向背的 我讲的是实话 我们都望了前任的文化部长 哦 孟琪 在你前面 我都称孟公 其实洪孟琪部长我也担任历位 他也做得不错 其实级任部长我都认为很很认真 但是真的是我觉得整个政府治理的体系 要更是融入文化的视野 因为文化不是靠文化部 所以我其实我第一个政策是 步步都是文化部 这一点也有一些土透 有做到吗 那些男生都有配合吗 其实大家都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视野 步步都是文化部 其实人人都是文化人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氧气啊 马上回来 请教郑内军部长 现在面对的几个政治性的议题 他有什么意见 刚才他已经说了 不会选举不会选举 朱镕泰也没有想来反他的意思 目前还没有 顺便我今天提醒了着容太阳 当我已无法为你的快乐做些什么 当我放手对你来说 是一种爱的体现时 就让我们的关系回到最初的样子 大概就给了计划预算 觉得合适 加近明年的预算 那我们就担心说 这样一直靠政府补助 会不会一起吃奶水 不会 其实我因为刚刚没讲 我们还有文策院要成立 因为投融资 我们很多国际的投资者都来了 想象不到的国际投资者 欧洲的日本的 奥文策院啊 南国的 东南亚的 东南亚的 又有白开雪 做雪 其实我有个体系嘛 因为大家看到 这个顾问一小杯好不好 这个顾问一小杯好不好 这个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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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问 这个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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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 对啊 你看他的 我那天还跟他说 我说我跟他 你讲我就知道 因为我有记得到 他叫我们 台中过去面 我说人家部长 他有到我们台中过去面 部长马上就已经解释 出来的时候 他就一直小一小 他没有真的满 可是我跟你讲 演奏架是很辛苦的 工作啊 你也知道 对 这个事情很容易 明天一直在唱心高 而是 高度去唱 他没有多机会 我介绍他跟 今天我们订阅 是 谢谢 而且音乐强 我来介绍 这个我们女儿的巨年 之前很多公馆也开了一些巨 但是 我们女儿的巨年 也奠定了 奠定了 我们女儿的巨年 让公馆的案子 跟明天的结合 变成一个好的开展 对 他还有很多在制作当中 其实我们女儿的巨年 已经卖到日本了 是啊 对 因为我跟你讲 其实韩国 都是靠这样子起来嘛 对 那过去 其实甚至你也是想做 蛇职任务的 他们没有得到支持 你觉得 我必须说实 因为我当努力 我这样 那你那时候没有得到支持 还好 我没有提醒到他 我只是容易来 但是事实上 如部长跟我私下都有不懂 真的吗 因为我就是认识 他也就是认识的人 对以前的文化部 好像具体的 我跟梦工 我都称梦工 你看好有种起步的 我还帮他们 所以比起来呢 我还帮他们提案 要让我突破一些行政观看 是 可以先讲一下你的 材料 我爱你那种 所以你那个 我们在关华那边的 游戏的人去 去游戏 游戏文床 华山 有 他有在这些 要是吃饭 我把那个图 好好来圆寺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 你知道台湾的新一波的 材料聚落 因为未来居住 那种新建议 对呀 现在的新一街新闻的 是国际性的华言 我讲不完 太多事情 他讲不完 他讲不完 新闻呛一下 朱玉寇呛呛新闻 好 就是有具体的成绩的 在硬体方面 我们看到 魏武营是最指标 那还有戏剧中 戏中心等等 其他的 这个南流 北流 还有桃园新竹 都在设立一些 这个流行音乐的 演出的场所 我们最缺乏的 就是演出场所 对不对 那你的任内 三年多以来 文化界人士 几乎可以说是 可以这个一一隶属的 但是 现在文化 所碰到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 见为之助 就是大港开唱 因为政党人体 所碰到的这个问题 他们宣布不唱了 然后连明华员 都要被调查 他们说是查水表 我不知道啦 就是说 从你一个文化部长的角度 那你怎么去跟 这些地方政治人物 或者说跟这个 跟这个文化有关的 政治领导者 地方的也好 中央的也好 你可以喊话一下吧 是 其实我也观察说 从去年底之后 譬如说我们看到 子风车事件 对啊对啊 或说大港开唱 大港开唱的这个 festival的这些问题 其实这一些文化艺术的活动 大家回想 我们台湾已经历经 三次政党轮替 但是这些都是长期深耕 台湾艺术跟音乐产业 很重要的平台 那他们也都持续在发展 所以台湾社会 所以其实已经成熟到就是 真的每个人都参与 都去投过票 当然每个人 会有他的政治立场 可是文化跟艺术 其实是大家可以 共同分享的 所以他们过去 也都长期在民间贡献 那像大港开唱 从应该今年进入 超过十届了吧 十一届 那它也成为一个 国内外流行音乐 可以共同展现的一个平台 它每一年有 八十几组国内外的乐团 那它也成为高雄一个文化识别 那尤其在这个 南流 南部流行音乐中心 在兴建的过程 其实文化部 从二零一年 不是我认内 二零一年开始 其实就 除了补助高雄市政府 新建 南部流行音乐中心的硬体预算 也编列一个软体预算 给高雄市政府 就是希望能够以软代印 能够培植南部的 作为一个流行音乐重镇 那所以软硬体也都提供支持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 就是在南流即将要完工之际 却大港开张却停止 那这个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为这件事情 他们有任何人来跟你讨论吗 或是希望你有什么样的协助吗 你愿意在公开的场合里面 跟高雄市政府的文化局人士 现任的国民党的政府 或是韩国瑜市长 喊一个话吗 这是光光的一个信念 我刚刚讲 台湾已经历经三次政党轮替 大港是从2006就开始 那其实我们从一些事件 都来看是说 我觉得议文团体 因为高雄一直没有政党 其实我担任部长三年 我一直觉得说议文团体 真的很辛苦 所以你希望 那这个 大家应该多给议文团体 更多的支持跟信任 然后一些如果不实在的批评 真的对于议文团体不公平 所以我觉得大家 应该放下这个党派的立场 共同维护艺术文化 作为大家共同的生活 所以希望大港开场 仍然有继续生命延续的可能性 因为他就是从高雄成长起来的 对 因为他叫 他那个大港开场很难移到别的地方去 他就是跟高雄紧密的 除非他把我们记录来 他已经成为一个 高雄的文化识别 他就是一个软体的地标嘛 对 他就是一个文化识别 所以你还是希望韩市长 能够多考量吗 其实是应该是说 应该整体去思考 其实高雄在南流硬体完工之后 其实他更重要的是说 他作为台湾流行音乐的重镇 其实我们有南北流 就是希望有双引擎 然后让音乐跟城市的发展 结合在一起 由城市带动流行音乐 他不仅是作为台湾文化地图上的一个指标 他也可以成为亚洲 是华人的流行 那音乐就是台湾嘛 对 那我们现在又在发展 像桃园 他正在做的是户外的音乐剧场 他跟南北流又不同 那我们在另外的前瞻基础建设 我们支持各县市 把一些中小型的场馆升级转型 现在正在进行中 设备升级 然后让他有软体营运的组织转型 我们也需要中小型的场馆 是大港开唱他 很需要继续带动 是 没有错 所以这个会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系 所以你希望 那我是觉得说 每一个 每一个平台他都很珍贵 我其实比较整体的期待是说 真的我们是要珍惜这个艺术 艺文团体 他们长期的努力贡献 我不是只是针对大港开唱 我知道 现在的大港就是要到台南去嘛 那大港开唱 因为过去他拿到了市政府的补助 所以有事员要去检查 那文化部可以去补助他吗 可以跟他做 我刚刚说我们对于 当时就是因为我们整个 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这个问题还蛮复杂的 所以要等一下 那他可以透过文化部吗 我们是南部流行医院中心 已经整理经费给高雄市政府 所以一直都是高雄市政府 他去补助很多活动 所以大港开唱的 里面有一部分 其实就是 其实是高雄市政府 决定怎么做 并不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因为是整理给他 不可憐啊 很辛苦耶 你也八百万 你赚不到什么钱吧 八百万 你做什么 八百万办一个活动 其实尤其是表演艺术团体 是真的很辛苦的 那我 我请这里去看那个 幽人神父 在山上的柱场烧掉了 对对 那他们现在要重建 好像原本早年也曾经发生了 好 我们当然早年早年 我们的媒体的关注就是在特别的 维基文创作本来就很重要 然后我就看到 你 对 你不能说 谁谁有政治立场 投过票都有立场 你说 紫风车以美国政治立场 可是去看的孩子会分开 对 而且那钱量那么少 我现在不太懂 十年五 几千万 你在那里寄完 哈哈哈哈 文化耶 你就弄那种劣质的文化 有什么意思啊 已经受不了 许多世界重要的音乐节 它都是跟晨曦解密结合的 一定的啊 因为它都要复印好长一段时间 然后它就变成观光热潮嘛 你看赖户内海的那些艺术企 对对 带路要去看冬天的 新年的 新年的 因为它分年一起嘛 对 那你看你就会专门 因为这样子 是到日本到那个 到指导区 对啊 那里也是他们 一首人工 欧洲有个Womax 它是世界音乐节 对啊 也是完全一个城市 它本来不是世界音乐支部的 它因为单人的 世界音乐节 它变成欧洲世界音乐 全世界都有啊 我们好不容易 你看那肯丁那个 它就现在就 后来它就困难了 现在不是真的不容易 我是觉得交通本来就有问题 早年那时候 你不把自己 很台湾交通弄好 我们再上完之后 你再讲 新闻嗆一下 朱玉寇嗆新闻 好这个文化部长 这些政策 几乎打票率很高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受到文化界的肯定 而且呢 是蓝绿哈 这个都 这个有共同的共识 那我们 大家先谈一下这个 其实部长是 你会听得出来 他们避免在政治的 政治的这个 刻意的火花上表示意见 但是大港开唱如果 因为文化部有预算给高雄市政府嘛 对不对 是在从2010年开始 对于南部流行乐中心 除了提供硬体预算 也提供软体的这个预算 然后有这个软体预算 都有高雄市政府来进行规划 所以是马英九政府时代 就在支持大港开唱啊 那它又是个年轻人喜欢的这个活动 又带动观光 所以你希望 大港开唱的 大港开唱的补助是由高雄市政府 那文化部就是整个软体经费 给高雄市政府规划 那不过我是整体来看 就是说这几个月来的一些事件 我是真的要呼吁就是说 少一点政治考量 然后多一份对艺术文化的支持 而且对 因为这些经营都非常的辛苦 很困难啊 例如说我前一阵子 也去看了幽人神谷 他们在山上的剧场就是烧掉了 那真的是要再从艰辛中重建 那所以其实每一个艺术文化团体 像指风车在民间走这么多年 比如说去欣赏指风车的孩子 会分蓝绿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文化使人团结 是不是大家可以共同体认 艺术文化的耕耘 都是需要很长期的 就像在灌溉土地一样 你刚刚讲在酿酒 好像酿酒一样 所以而且你要成为一个国际品牌 像我们的几个艺术团体要成为 在国际上发光发亮的品牌 我们的产业要走出去 我们的音乐季艺术季要成为城市指标 甚至成为国际识别城市的 一个重要的文化的地标 它都需要很长期时间的累积跟发展 所以我们应该是大家要跨越党派的考量 来共同支持 好 其实子风车在台中的事件 以及高雄的 不管是明华园或者是 其实明华园大家一直认为 他好像跟很多国民党政治人物都很好啊 或者是大港开创 刚才部长已经说了 其实我的观察是 这些对当地的政府首长 如果在处理上过于政治性 其实对自己的首长的某种指标评价 其实是有伤害的 好 我们来回到文化部的 所主管的一个业务 这就是公广公事 公广集团的公事 他的董监事会议的审查会议 里面发生了一些 所谓史上最弱的 政友友名单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你们接下来要怎么做 其实这个批评是很少数的人 的委员提出来的 那我觉得我首先要说 这样的说法是对于被提命的候选人 相当相当的不公平 那贴上政友友是一个非常 这个不好的做法 其实我必须诚实说 里面很多候选人 是我生平第一次打电话给他 所以我不完全认识 但是我是依据 我们其实五月从社会各界 我们就发出邀请 社会各界都可以推荐 然后也收到推荐的名单 那有一些是我从长期 他在社会上的贡献 来看 然后进而邀请 那其实整个名单的横平性 最总的 第一个要依据公事法 公事法要有族群 艺文教育学术 传播等背景 那第二个就是说要有传播相当的实物跟学术的背景 所以半数以上是有新闻 然后电视电影传播 未来跨国合制 影视因投融资 乃至会计专业财务背景等 这个半数以上 那另外要有族群像原住民 台语文化客家文化的代表 那以及要有企业经营跟社会公益的代表 像额少的代表 社区的代表 那尤其是也有企业经营的代表 那但是呢在审查过程 却有委员说 啊这个没有经营管理能力啊 那希望说要多一些经营管理能力 欸结果最后审查是 我们两位上市公司的CEO 没有过 像黄安杰 執行长 跟蔡惠奇 他是很优秀耶 你看那些职邦的那个 股价都在 40块 公司上市公司 全球员工超过5000位 然后去年营收400多亿 对 然后最重要的是 资邦其实 黄安杰指引长是长期支持艺术文化 嗯 然后最早支持社区电子报 在数位文化传播的发展 对艺术的发展 不遗余力啊 嗯 然后像蔡惠奇女士 她是陆选富比是亚洲50大女性CEO 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啊 那这个啊 我们的上云科技也是 全球 更别讲 那是台湾人 六千多位啊 非常知名的产业 那尤其他们的基金会是 近年来积极支持科技艺术 而且还制作音乐剧等等 其实是对艺术非常投入的啊 那所以你说 如果要多一点经营管理人才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过 但是我整体来看这个审查结果 你接下来怎么应对的啊 嗯 这比较重要 我整体来看是这样哦 因为嗯 这个审查会是由依照公事法 对 是由立法院各党团 推出的审查委员来审查 审查委员来审 里面就有政党的问题 民进党九席 嗯 然后清明党时代力量各一席 国民党四席 嗯 但是我们的公事法规定 要四分之三 嗯 也就是要12票才能审查通过 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审查结果 我们有21位候选人 对 那这个 或半数以上是20位 嗯 或11票 民进党代表9票 或11票是有17位 嗯 其实已经可以组成董事会了 对啊 好 这当中后来经过四分之三门槛的 剩下7位 嗯 所以也就是说有10位是一票之差 那所以我觉得 这很多是因为 你觉得中间有政治性的配格吗 嗯 制度使然 他原来的制度就是一个鸟笼审查委员会 就是四分之三门槛 对 就已经大安谈很久了 那如果是三分之的门槛 我们董事会已经可以组成了 对 那这个四分之三门槛 啊 这个就是你 啊 在野党的人数就超过这个很多 那你现在的目标是什么时候呢 那当然我不能说是一定谁 投赞成反对 但是我觉得一定因素是制度使然 嗯 可是因为现在要尊重制度嘛 嗯 那除非修法尊重制度 那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 但是我必须呼吁就是 原来这个即使这个高门槛制度 它是由政党推荐社会人士来审查 嗯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要执行党的意志 嗯 政党的意志 我们也不是要选政党的代表 作为公司的董事会 而是由社会人士 我们扮演一个公民社会的一个把关的角色 嗯 然后为公司来选一个社会的代表 那如果说 所以那应该基于公共利益 来为公司领选一个能够领导公司的一个社会各界的代表 所以被否决的名单要重新来过吗 嗯 嗯 我们当然还是要继续啊 再提出名单 因为制度还在我 我做部长必须尊重制度 嗯 所以我一直很诚恳的在尊重制度 嗯 但是其实我长期观察下来 其实我必须很诚实的说 啊 这里面制度的因素占很大 可是他们国民党的人会说 以前我们做公司的时候 你们民进党人也在那里搞啊 也在那里杯葛啊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制度也 或许未来要做一个检讨 变成一个政治性斗争的一个工具 为了要做一个检讨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制度底下啊 大家回想 我上 这是现在选第七届嘛 对 第六届经过两次审查 嗯 第五届经过五次审查 嗯 那时候龙部长的时候 哦 对啊 所以啊 所以每一届公司 董事会组成 其实不必然 一定是 啊 这个 政党的杯葛 谁头 赞成反对我们不知道 嗯 我们不能讲说一定是谁 嗯 那但是就是 每一届的审查 过程都很 组成过程都很艰辛 嗯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定制度因素啦 嗯 所以我必须对我 被我提名的候选人说抱歉 嗯 在这制度下哈 嗯 然后被人家说是这样 我真的觉得很抱歉 因为他们都是一时之选 对 甚至我们有候选人是 呃 呃 却没有通过我真的很遗憾 高度的遗憾 嗯 但是我必须要呼吁即使在 现行制度底下 嗯 这个制度背后还是期待说 由社会人士来领选社会人士 嗯 好所以他应该还是要回归一个 公共性 嗯 来做一个领选 而不是政党党派的考量 嗯 那我觉得真的呼吁台湾社会 在艺术文化面前 我们放下很多政党的考量 哎 现在你们都是民进党十多数的 立委的这个习次党吗 为什么对这个 这么扭曲的不健康的这个制度 不能够做修法吗 哦 其实我在去年底就有提出 公共媒体法的修法 啊 但是我的修法不是只是针对 这个选任制度 嗯 我的修法是觉得说 我们的公共媒体应该有一个愿景 嗯 尤其是一个国际化的愿景 啊 那台湾是一个亚洲自由民主开放的国家 嗯 我们有能力贡献给亚洲或世界 对 一个华语系的公共媒体 嗯 你看我们的我们与二的距离的戏剧 已经消到日本了 嗯 这是台湾版的华流耶 对 他刚刚讲的是一个华语系 华语系的公共媒体 包含 对 包含其实包含我们的新闻服务 对 可能都可以给亚洲或世界更真实的资讯 嗯 也没有道理全球的华人看CCTV 对 但是我们出国都是就看到CCTV 对 我们未来也可以想像有国际频道 好讲 尤其我们的公媒能够把台湾文化带出去 嗯 对于我们能够提升公共媒体的公共性 嗯 产业性 嗯 你看他透过跟民间的核制可以带动民间人才 跟制作能量的成长 还有最重要是国际性 啊 所以从一个愿景底下我们再来啊 改革他的相关的预算制度 跟他董事会的选任的制度啊 嗯 然后让他能够有个更健全的公光 不是大家都很怕那个讲那个脏话的总统当选之后 可能就完了 现在我们的法案是还没有送到立法院啊 因为已经要进行选任了 我们现在是要必须要依照公事会来选任啊 啊 然后我们要尊重公事会选出来这一届董事啊 会基本上还是公公事的董事会 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归政策讨论 嗯 我们台湾社会太缺少政策讨论 那其实我们唯有政策讨论 我们才能够找出壮大台湾的道路 你觉得文化政策是有吸引力的吗 你建议总统 其实我的公媒的思维 我在出访的时候 像跟其他国际交流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眼睛一亮 就是觉得说哇 台湾如果没有 因为有产品嘛 对不对 上次郭书遥做的那个 跟Netflix合作的 通灵少女 通灵少女 他这个 其实正是公事大概在更早的时候吧 我刚上任的时候 你刚上任没多久 其实他也是在公事这几年转型富裕的节目 对 其实公事做得很好 我也是很奇怪 当然 因为公事里面有非常多资深的同仁 然后他们的招标 他们的什么 就是结合文创界人士 其实这几年的公事 因为我之所以当时邀丁小金 次长来担任我次长 就是他是原公事节目部经理 对 其实我看他们透过跟民间合作 对 那么带动了新一代的影视创作的人才 最重要 所以现在我也 我们也 这个行政院任命丁小金次长就担任我们最新成立的文化内容测进院 对 他是要促进投融资 然后振兴文化产业 所以这个下一波就会变成了 我们接下来很快要 那周杰文跟五月天的一首歌 这个 刚刚上来就已经 这第一天就五百万 你觉得 需要去 当然老年人 我觉得也是 群星会时代也很值得缅怀 但是有些政治人物 但应该看到现在亲的台湾的 台湾属于这个 华语体系的台湾文化的特色吧 我们等一下回来就来看 这个 下一步文策院要怎么做 那最重要的还是 政部长师 文化界人士认为 他确实这三年多来做了很多 那将来在政见比对上 蔡总统会比其他的候选人有优势吗 文化部可以让他 在文化的这个领域上面 有更多的这个 是说服选民投给他的一些理由吗 七八年级生 都对于台湾的剧很感兴趣 七八年级生 对 像我们的漫画现在都走出去了 对啊 最近漫画都得那个 东京国际大奖 唱这正问的展也不错 正问 对 那我们漫画产量 哇很精美 嗯 我们这几年漫画 花感的蛮好的 台湾 台湾现在就是 它就是综合性的台湾文 它没有正式的标签 像我们 里面有很多又是外申入信住 没有 像我们文车院他做投资案 就跟以前不一样 我们第一案就是原子76号 那就是KK KKBOX几百 然后要日资 因为他们比较国际 他们的资金够 他们平台是国际的 我们是这样子系统上在做 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串流平台 然后我们下一个投资案了 你听到你会感动啊 四大影城检手 要投果片 嗯 是哦 你就华纳威秀国际 华纳威秀国际秀泰 华纳 对 星光 然后威秀秀泰 对 他们成立一个制作公司 然后我投一点 那他们一年就有好几年人 要把你的事情做 那我的做法就是说 用 我有一点资金 华纳威秀来 来这个点火 嗯 嗯 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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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工事呢 它经常是在排行榜里面 现在很多的人开始 比较自主性的选择新闻 这公式新闻真的 真的他做的不错 华式台诗现在的 跟中式人是因为是无限好 朱玉寇呛新闻 郑部长刚上任的时候 我们曾经访问过他 问他有什么的理想跟目标 他讲到文策院 讲到文化基本法 各位他都做到了 所以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他做的挺好的 但是我要问你政治性问题了 你的文化部对蔡英文总统的选举 有什么样的立即可以支撑 你觉得选民关心吗 我觉得竞选连任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对执政的成果 那我们执政成果 其实说真的也不是为我们自己的政党的连任 而是每个执政者接受人民权利的付托 你本来就是要为国家拼一个未来 我们就是真诚执政 我相信人民就会做智慧的选择 那我必须说 其实蔡总统在上任前 他对于就是我们台湾很多创意人才 在一个艰困的环境里面 这种艰困的产业环境里面 要靠燃烧热情 他其实走访很多团体 我举例例如说他 我记得2016年跟漫画界的朋友见面 那我一直记得这个 所以其实台漫这几年也成为一个品牌了 那大家都不知道说 我们在前瞻基础建设 除了支持公事以外 我们还支持漫画动漫的产业的发展 那动漫产业ACG产业 其实大概有600多亿 但是在我上任的时候 其实漫画只有4亿 也就是说它的衍生性是很强的 漫画周边产业有40几亿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壮大漫画本身创作端 其实它可以扩大更大的加成的效益 产业链 所以我们这三年投入漫画辅导金 那大概3亿多 就有好多作品产生 大家最近看到 他甚至改编影视 像用酒干妈店 他从漫画改编影视 就是IP 然后像红淤少女前传 那么像这个 以及像诸葛四郎又重新改编 还有八卦 八戒对不起 八戒这种有科幻元素的 这个动画影集的开发 这些都在支持当中在制作 或者是像故事背景 在1930年代台北城的 北城百画帖 它是一个魔幻写实的作品 我们有相关的科技创新的技术在支持 那为了要做漫画动画 我们还提供了台湾数位模型库 台湾的古迹指标建筑 动植物标本都已经做好数位模型 可以直接放到制作里面 等等 那支持漫画的发展 那我是有信心 台湾漫画可以走到国际上 你过去做这个立法委员的时候 对文件会文化部 其实也蛮监督很严厉的 其实监督严厉我也支持 你又去给文化部 比如说我当时 有给人家苦头吃吗 其实我都是就是论事 哪些事情是不是苦头太多了 就是论事 其实我当时还提案 协助文件文化部 就是说提案 将修复古迹的预算 可以提列在公共建设计划 钱赞里面有给你们 在公共建设计划 以前我 以前的公共建设计划 都拿来盖新的建物 新的设施 那我当时立委 我就提案说 修复古迹也算是硬体建设 然后后来就融入了 国发会的公共建设计划 所以你现在就看各地 我们各地都在推动 再造历史现场 20县市有30案 我昨天要去屏东看三案 都是巨型的 这个区域性的文资的修复 因为龙印台部长 算是优秀的 这个文学 文创建的女性吧 她做的蛮痛苦的 最后又这个 我真的是觉得说 你比起来 为什么你看起来 做的蛮开心的 原因在哪 你比较强势 我有时候必须强势 因为院长会被你批 不给你预算 我觉得体系化执政是很重要 因为我上任时候 有一个规划 有一个文化政策 那你也有啊 所以你现在 所以我就必须在行政体系里 每一个环节去卡进 我想要的 这个计划法案啊 或者是预算 然后去改变这个行政体系 来支持文化 这个翻转是很重要 可是如果是一个部长 要他很强势 才能够推动一些文化 他的愿景跟政策 那如果一旦政党轮替 不是麻烦了 我想我的政策 如果能够架构起来 其实未来可长可久 我有这个信心 我很期待台湾的民主成熟 就是我们一棒接一棒 但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 可以继续发展下去 例如说举一个例 我这两天任命了一位铁道专家 去担任我们那个 台北机场筹备处首任 大家很高兴 台北机场是那个 台北机场是在 侯孟岐部长的时候 任内把他指定保存 全续保存 那当时跟文化部交通部 对文化部交通部就卡住了 没有办法修复 但是我上任之后 我们就沟通再沟通 就达成共识了 你去逼迫了 赢家隆部长 所以很重要就是 沟通协调 我这没时间了 你以前给人家苦头吃 我们下次你再来这个 聊聊 我没有给苦头吃 我真的就是认识 也因为当过立委 所以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呛新闻 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